人類感情有很多種 我們愛家人、愛我們的寵物、愛我們的金人、愛我們的愛人 終於就是愛天上、愛上帝 愛上帝是愛我們自己本來面目的 本來的原本的瓶子、最高尚的瓶子、最靈性的瓶子 我們誰都喜歡詩、都喜歡歌頌 那些跟感情有關的 比方說,小的時候疼愛爸爸媽媽、疼愛寵物 疼愛我們的同學等等 那長大了就疼愛我們的目中的對方 然後也許或是長大了一點 或是那個時候就開始想念上帝了 上帝就是我們最高等的瓶子 我們每一個都喜歡喜歡那種浪漫的瓶子 因為那個就是反應 就是代表我們那邊的那個最高級的愛 最原稿的愛 所以其實有時候修行的人 他也寫情詩的 情詩不一定是真正的戀愛的 人對人的情詩 就是有時候代表上帝的喜愛的 所以經過這些浪漫的那種 所以經過這些浪漫的那種 所謂的愛情的詩或是歌頌 所謂的愛情的詩或是歌頌 他要表達他裡面那種 對上帝的、對天堂最渴望的那份感情 因為有時候我們因為沒有碰到天堂的愛 我們不太記得怎麼樣是天堂的愛 所以我們用世界的愛情來表達 因為對我們人類來講的話 世界的愛情是最深刻的 我們誰都了解這個世界的愛情的 我們最了解在我們戀愛的時候 最了解那個是最快樂的、最神妙的時刻 所以這個很類似的 看起來很讓我們記得天堂的愛力 所以每個人都喜歡那種浪漫的歌 每個人都喜歡戀愛 都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每次學戀愛的、很思念的那種詩 這也是很類似修行的人 很思念天堂的內心的感情 所以我們學情詩不一定 不一定是為了某某愛人 有時候看起來好像是 不過事實上 這個是我們內在的感情的 內邊的心最深刻的那種感情 就寫出來 因為沒有看到上帝 也不好容易跟上帝溝通 或是跟上帝溝通的時候 或是以後 也不一定知道怎麼能表達那個感情 對上帝那種疼愛或是渴望的 所以只好用浪漫的那種詩 就表達我們內在的修行渴望 有時候我們學那個情詩 不一定是自己的感情的寫出來 不一定是自己心內的感覺 不一定有什麼對方 就是我們去某某地方 然後經過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會記得 不是很頭腦記得了 就是靈魂會記得 記憶力會記得 我們前世在某些地方 在那個地方有戀愛過某些人 或是他在那個地方 有我們的前世戀愛過的人 住在那邊 然後我們一經過的話 那些疼愛的氣氛 就會黏到我們心上 記憶力就會被收起來 然後我們就認為 現在我們很喜歡戀愛 或是我們就戀愛那個人 不過不一定那個人記得 或是不一定我們真的記得 以前兩個都有戀愛過 那個是一個情況 另外一個情況 有一些人他寫情詩 不一定他自己戀愛寫出來 就是他去某些地方 或是他在他的家的時候 那種戀愛的氣氛 不曉得從哪裡 還跑到他的靈感那個食堂裡面 然後他就抓住了 然後他就寫下來的 所以那個時候 這種初神的寫詩 不一定以後他能再寫這個樣子 他也不一定知道 知道他為什麼學那個樣子 所以戀愛的情詩 不一定每次都是真正的戀愛的情詩 不過也是真正的戀愛的情詩 最深的 因為我們記憶力裡面 記得得很深刻 我們戀愛的以前的時候 所以情詩是很神妙的一樣東西 你們覺得是嗎? 有學識過的人懂了 是吧? 如果有學過情詩的人 一定了解我講什麼 就是像有一些作者 他寫那個小說一樣 他寫很多人物在裡面 很多情況發生了 不過不一定他是正人的 不一定他就想像出來 或是他去某個地方 然後靈感就跑出來 同樣情詩也是這樣子 不過多數的情詩 是從戀愛的時候 當然學出來的 不過不一定 不一定 以我經驗來講 不一定是戀愛的時候 學出來的 不過可以 當然可以 反正大家欣賞就好了 我們對國家 那個愛情也是一種感情 都很深刻的 對國家、對家庭 也是一種非常非常的美妙的愛情 是嗎? 是 然後高上來一等的話 我們就對上帝那種疼愛 也是類似我們世界的男女的感情 就是更美妙、更舒服、更永遠、更完美的 我們每個人都要求一個愛人 都是因為我們太愛上帝了 沒有對方可以表現、可以給 所以抓某些人這樣子給他 給他全部我們的心內的感情 然後如果對方不喜歡我們 或是不報導我們那種 那麼深刻的感情的話 就我們會傷心 會傷心 就是這樣 不過不用傷心 再找別人好了 不然最好找上帝 OK?